走进古迹讲故事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今天我要跟您聊的是这么个地儿 您看这儿啊 是沈阳的一所居民小区 您别看这个小区呀 它有点旧了 它可是省职机关的家属区 它是辽宁省公安厅的家属院 就在这座小区里啊 藏着一座日伪时期的古建 看了这座建筑的第一眼 不用看文宝牌我就能认出 这是一座日式访唐的建筑 其实日本是有唐代建筑的 您比如说吧 奈良的唐昭提寺 昭提寺的大殿 是被学术界承认的唐代 木结构大殿 所以啊 日本人非常喜欢仿建这种唐式建筑 但是他们仿制的唐式建筑 普遍是傻挫呆 出岩不够远 斗拱呢 也是不见硕大 从建筑风格上啊 就能看出是日式访唐建筑 因为它和日本的民族性有关系 比较内敛 注重细节 但是不够气魄 不够宏大 您去日本旅游 去看太宰府 那些有名的仿唐式建筑 也是这样的 小家子气 如果您觉得 网上翻照片啊 忒费劲 那您就找一部动画片看看 这部动画片啊 叫千语千寻的神隐 这里边所描写的汤屋 就是一栋仿唐式的建筑 虽然您乍一看上去啊 它就是一座中式建筑 可是您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 不知道它哪儿啊 特别小气 而且呢 那么的不协调 我有一个比方啊 很多朋友都比较认同 我给您说说 您听听是不是这理 这日式访唐建筑啊 就好像一个人 站在那儿啊 他不好好站着 他总是抱着肩盲 紧缩肩头 而且头啊 还使劲的往上扬 就怕呀 别人吵起来的个矮 就像啊 二战时候的日本兵 一个奏性 要说这日本建筑好看的 还是他们日本传统式的建筑 就是那种木构的火柴盒 抽了门 要提到日本的仿中式建筑啊 他们永远也仿不像 得了 咱们还是啊 书归正传 回到现场 咱们聊聊眼前这座建筑 这座神庙的主建筑啊 和它的从属建筑 大概有2300多平米 灵庙啊 它是正方形 这斗拱廊下呀 戳着二十几颗红漆大柱 在日伟那碗啊 这可不叫满洲灵庙 这叫奉天灵庙 因为当时的满洲国呀 比它气派高档的神庙 还有好几座呢 不光这样啊 日本人在当时的东北大地上啊 还建了很多的中灵庙和中灵塔 那么这些玩意儿 都是干什么使的呢 咱们呀 有忙说忙 我呀 不讨厌日本人 我讨厌的是日本军国主义 憎恨的是当年的侵略者 日本军国主义啊 教导自己的士兵啊 他挺孙子的 他跟这个士兵说呀 你为国尽忠 死后成神 这两句话要说深了 一个小时也讲不透 咱们呀 今天就简单的分析一下 这表面的意思呢 就是我为国尽忠了 死后就能成神 我怎么才能成神呢 只有为国尽忠的去死 才能成神 您别嫌我啰嗦啊 这里边的隐喻啊 它可深了 我为国尽忠以后啊 我就是神仙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快乐似神仙 我别似啊 我就是神仙 那么我在为国尽忠的过程当中 在你这儿奸淫罗掠 搞个屠杀 算什么呀 我的行为呀 都是为了为国尽忠 而且是为了我死后能成神 成神是我最终目的 所以呀 在这条道路上啊 干出再无耻 再反人类的事 我心里上也没有压力 所以说呀 这日本兵啊 他比较 他就是啊 从小受的这种 五十道反人类的教育 这二战的时候啊 这日本兵啊 他可是没少死 可是这帮神仙 他住哪儿的呀 对了 就住这些地方 在日本呢 这种地儿啊 他叫神社 其实这神社这个名字呀 他一点也不高大上 他就跟那个红星社 还有那个东星社 还有山口祖 差不多 是不是 一个地儿呢 叫什么社 里边住着一群臭流氓 一个意思 可这中国人呢 他有个怪毛病 他一看到这种殿堂啊 只要里边住的不是皇上 不是官老爷 那肯定住神仙地儿啊 那就是庙 所以啊 一到中国以后啊 这种东西啊 就叫中灵庙了 据当地的老人回忆啊 这儿全是密密麻麻的牌架 上边放着呢 细长像妖骨一样的骨灰坛 这死鬼神仙的牌位啊 就都戳在这骨灰坛的上去 您瞧瞧 其实这神仙住的地儿啊 他外边看着挺气配 其实他里边啊 也是一格一格的京剧试用房 到后来二战结束 日本人一投降 这帮子骨灰坛子 都都闯进这地下室里去了 到了这文革中期的时候啊 政府呢 就把这些骨灰都妥善处理了 您也别管是汉奸了 也别管是日本兵 挖一大坑 统一望里一埋 也就算拉倒了 什么死后成神呢 入土为安才是正格的 您说对不对 和很多抗战文物一样啊 这座神社呀 它也有它尴尬的地儿 后来人们就想 像这种日本留下来的神社 机关遗址 炮娄子 乃至这个碉堡要塞 要不要保留下来 当然还没有争论出结果的同时啊 很多遗迹就已经被拆除了 保留下来的 凤毛麟角 我觉得还是应该保留下来警示后人 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啊 不会把仇恨总挂在嘴边上 但是让我们忘记历史 那绝不可能 得嘞 就这神社呀 咱们就聊到这儿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 点赞 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关注 咱们明儿见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